GAME 51 掌座之合乘4 Five Nights at Challenge Park 遊戲解說 各玩家有五天的時間去建造兩個掌座 競技拍掌座和YouTuber掌座 但每天的時間只有兩分半鐘的白天和一分半鐘的夜晚 日頭的時候每一個成員就要在島上的每一個角落 尋找建成掌座的材料 而YouTuber掌座的材料就全部放在地獄 在晚間的時候每個成員必定要回到屋裏面 如果回不來的話 玩家在外面就會遭遇不測 而掉下他們身上的東西 最快完成了兩個掌座的成員就是為之優勝者 其他遊戲規則包括 玩家需要自己合成工具 屋頂上的燈是顯示剩餘的白天時間 燈熄了就晚上了 如果五晚之後都沒有優勝者 全部玩家都成為輸家 競技拍贏 321開始 出門口 出門口 會不會是這樣 很快 怎麼辦 什麼 不要 遠馬 遠馬 回去 er 去吧 ć möchte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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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rc my 我 Hae Remu 又在外面 我的龍爐還沒有上 牧豬呢 喂喂太多了 我很痛阿 如果知道就tó不夠打吧 快一點 我覺得今天得到了 噴出來現在才到達就幫忙 拿完了藍瓜便跑完 aquesta版islava 我覺得馬上上變了一顆黑 走吧走吧 天黑了天黑了天黑了 你不要嚇我啦 那些我不要 放不過 KiTD進來啦 豈有此理 我怎麼去掌這個手 好美啊 為什麼擺不到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TD進 歡迎來到這套競技拍的第二季 Season 2 大家剛才看到的畫面就是 G51的小小的預告片 為什麼會有預告片呢 因為我們競技拍來到 第二季就打算做出一些改善的行動 每逢 出片之前 我們各個成員都有一段預告片 到出片的時候 只會有一個成員上傳一段影片 去Youtube 至於誰上傳呢 就是看看誰起遊戲 明天的獎座之合成4 第二季是由阿洛起的 會由阿洛出的 如果大家想看我的畫面 是否不能看呢 不是的 阿洛呢 會總括所有各個成員的視角 集中在一段影片上面 即是說 大家到時看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無時無刻都會有些精彩的鏡頭 發生在各個視點裡面 大家就可以看這段影片 看完所有人的視角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個經紀拍 來到第二季 如果大家想看 G51的優勝是誰 記得留意明天阿洛的影片 連結都在下面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